請問您哪裡不舒服 這裡腳的 腳臀部的側面是嗎 屁股的側面這裡痛 現在正在痛是嗎 是 一點點痛 這裡一點點痛 還有哪裡痛嗎 膝蓋也在痛 膝蓋也稍微痛 膝蓋也現在有一點點 一點點 最主要是這裡 現在感覺不錯 這裡多久了 十多年 之前我下樓梯的時候就摔倒 摔倒 他這裡痛 我們前面才剛講過 這裡要推樓哪裡 腱椎 對 這個不是樓臀部 這個就是腱椎出問題 可能他說摔傷 摔傷 摔傷 那很可能就是整個屁股跌落到地上 對不對 對 那所以他一定是撞到腱椎的部位 好 那我們現在來幫你做可以嗎 好的 謝謝 那你膝蓋也有一點點痛是嗎 一點點 對 不是很痛 好 好 那我們順便處理 那他膝蓋的問題就是屬臀部 這個大家就清楚 好 可以 好 好 這患者他是這一邊痛 那這一邊 旁邊痛 我們就這樣劃過來 對過來 剛好就是在間椎 所以間椎的處理方法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 就是從 這尾椎 然後一根指頭上來 旁邊 這兩個 兩側都要找找看 那我現在來找另外一邊看看 這裡疼嗎 不疼 不疼 這裡不疼 這裡呢 不疼 不疼 這裡也還好 這裡都沒問題 好 那我們再來找另外一側 這裡疼嗎 一點點 疼 這裡就疼了 比剛剛那裡疼了 好 這裡也疼嗎 疼啊 疼 嗯 嗯 這裡疼嗎 疼 這樣力量會不會太大 不會 不會 好 這裡疼嗎 不疼 這裡不疼 那表示這一側 這三個點都會疼 這一邊都不疼 對不對 對 你的感覺 那你是在這一邊嘛 他是在同側 好 那我們就處理同側就好 疼 這裡疼了 好 這樣我們都已經揉過齁 來回兩三次這樣就可以 我們再幫他舒緩一下 嗯 好 那您的膝蓋哪一邊比較疼 這邊 這邊 好 那我過去 我再幫您揮一下 您看看齁 這樣疼不疼 啊 疼 這裡疼齁 啊這裡疼不疼 一點點 嗯 稍微疼 這裡稍微疼 嗯 那接下來呢 這裡 不疼 這裡就不疼了 所以他的痛點是在上面 所以我們屁股這一條下來 我約列有四個點 那一般大部分都是上面這一兩點 比較痛 嗯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力量 嗯 可以 疼 嗯 你膝蓋痛多久了 膝蓋痛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嗯 好 那我再幫你舒緩一下 這樣力量可以齁 嗯 可以 還可以 好 我們現在已經做完 但是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腳踝的問題 我們剛剛說屁股管理到哪裡呢 就是從這腳踝到腳跟腱對不對 這一圈以上的都是屁股管的 這樣大家看清楚了齁 您再慢慢上來 好 好 那您那個 現在處理完這裡旁邊 有感覺怎麼樣 舒服很多了 舒服很多 舒服很多 啊那個膝蓋呢 你動看看 好像不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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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 好像不疼 是是是 所以都是屁股引起的 好 真奇妙 好 謝謝 謝謝 好 rok 謝謝